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XXY 歡迎來到XXY 哏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更有哏 今天是2020年的5月7號 今天的歷史上今天要帶你回到1942年的5月7號 珊瑚海海戰的爆發 1942年的5月開始 日本為了要增強在南太平洋 以及辛吉內亞海域的控制範圍發動了MO作戰 他們以航空母艦為戰鬥的主體 向東南方向朝著澳洲的本土進攻 珊瑚海海戰可以說是中途島海戰的序曲 同時也是海軍戰術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雙方都以航空母艦作為攻擊的主體 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的四巨外海戰 是相當具有意義的一場戰爭 為期四天的戰事總共就集成的艦艇而言 日本取得了這次作戰的勝利 但是盟軍在戰略上取得了關鍵性的制勝 也是在開戰以來日本戰略方向進攻 遭受到阻礙的一次軍事行動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航空母艦祥赫號受創 讓之後的中途島海戰 日本的軍力大大的受損 也因此多多少少影響了後續的中途島海戰的戰局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關上過海戰這場戰役的話 不妨把去年上映的決戰中途島再拿出來回味回味 雖然這部電影大部分的篇幅是在描述中途島海戰這場戰役 但是前面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篇幅 在描述中途島開戰之前的中途島偷襲或是山火海戰 或是索隆門群島等等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戰役喔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是聲音 或是想要閱讀有關更多電影或是歷史的相關資訊 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喔 我是XXY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